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好忙的蜘蛛 艾瑞卡尔柱 邓美林义 一大清早 蜘蛛拖着一根细细亮亮的线 被风吹啊吹过了原野 最后 它在农场旁的篱笆上停了下来 然后 开始用它那根亮亮的线 芝琪往来乐 马儿说 要不要去兜兜风啊 蜘蛛没有回答 它正忙着蜘网呢 蜘蛛没有回答 它正忙着蜘网呢 蜘蛛没有回答 它正忙着蜘网呢 蜘蛛没有回答 它正忙着蜘蛛的蜘蛛 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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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牛说 要不要去吃点草啊 蜘蛛的蜘蛛 蜘蛛的蜘蛛也没回答 它正忙着蜘蛛的蜘蛛呢 爸爸 绵羊轻轻的问 要不要去草原上跑一跑啊 蜘蛛没有回答 它正忙着吃网呢 山羊说 要不要去岩石上跳一跳啊 蜘蛛没有回答 它正忙着吃网呢 猪呼噜噜的说 要不要去泥塘里打滚啊 蜘蛛没有回答 它正忙着吃网呢 狗儿大声的叫 要不要去追小猫玩啊 蜘蛛没有回答 它正忙着吃网呢 蜘蛛蜘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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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蜘蛛没有回答 它正忙着吃网呢 蜘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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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蜘蛛没有回答 它终于吃好碗了 公鸡提叫的说 要不要来抓这只可恶的苍蝇啊 蜘蛛在它往上抓住了那只苍蝇 就是这样 猫头鹰问 是谁张起了这么漂亮的网啊 蜘蛛没有回答 它已经沉沉的睡着了 这真是非常忙碌的一天 讲完咯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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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